大家好,我是Ben,来自美国,这是我学习状的 今天,对,我出门了 是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在家里 实在在家里就太无聊 所以就出门了 然后现在我是 我刚去一个新的咖啡厅 然后现在我要去 某个商场 是文件商场 但是怎么过呢? 应该是往这边走 看看这边能不能走 因为他们是专修了 那今天的感受是 那昨天晚上 我就是运动得特别特别累 然后因为 我周末 去那个上海的训练 那我这一周 必须要周四 去健身房补充 因为我是周一休息的 所以我是特别累的 但是没关系的 基本上我觉得 我有给自己这个挑战 是 周末的时候 就是 事实 全天都在外面 做事 所以 现在我带这个麦克风 就是跟大家一样的感受 我什么都可以学习的 然后就是 比如说拿自己的笔子 拿这个笔子 那我还可以就 练习一些 练习一下一些态度 或者说 嗯 对 就是有这个麦克风 可以做 硬子跟 所以 其实是方便的 对 所以 问题不是 哦 我必须要在这里 才能 做我想做的事情 没关系的 而且 对 就是说 看我还真是 比较好 但是呢 我对整个义屋 这个感受是 我觉得 OK 我真的 现在不适合 住在这个城市了 但是呢 我对整个义屋 因为对我来说是太少了 确实太少了 我是看这个山 怎么说山县 就是 嗯 可以看得出来 哦 就是这个 城市周边 有很多山 那我看到这个 那我就知道 哦 这确实一个小的城市 因为我去很大的城市 没有这个 然后 我记得 我去那个 我 我曾经住在平山 平山是一个 无限城市 然后也是这样 就是你感觉 特别少 就是你 哪里都去的 就是 很小 很小 对 但是呢 我 我还觉得 就是 不知道就是 我还是 我还是觉得 就是每次我回到义屋的时候 就是 必须要做 去那个 抓门 外国人登记的 怎么说呢 不是派出所 就是小小房间 在高铁站 已经 给我一个 坏的 坏的感受 嗯 而且呢 虽然这个城市很小 我还觉得 我们现在工作的条件 怎么说呢 不 不配合这个 城市 因为 你住在小的城市 一般 工作的行为 应该 更 轻松 轻松 对 更轻松 但是 这边 还是 也不算 所以 我真的想离开 其实 对 我真的想离开 我感觉 还有就是 商人 还有平常 江西 住在江西 的时候 就是有 就是外面有很多活动 就是你看 很多年轻人 然后 有另外一个感受 但是 这个城市呢 我也不知道 怎么解释 就是 而且走路 嗯 除非你在 就比如说 骑自行车到 这里了 你骑自行车 其实还是 没有那么多 走路的地方 然后 嗯 就是 你的身边 什么都没有 就是 一条路 嗯 你看 啊 但是 在江西 就是 到处 有人在 左路 然后 嗯 嗯 这条路 怎么过的呢 嗯 是 最 的 OK 就是 这条路 对 所以 不知道 就是 一屋 嗯 真的 想离开 真的 想离开 今天我还是在家里 就 搬 搬一些 杂具 然后搬 搬到楼上 因为 没人住 然后就是 每天我还想一想 OK 我一直在想 OK 我把这些东西 我早晚需要收起来的 所以 我 应该怎么收呢 嗯 放在行李上 然后就是 下次我们去上 可以在大四个很大的行李上 就是搬 当东西 嗯 嗯 呀 啊 还有什么 什么事情可以讲 对 然后 我付完这个 我的大学的缺带 我更多加上 我觉得现在我就是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的 对不对 因为我现在 我只需要赚钱 省钱 赚钱 省钱 然后 现在我可以就是轻松的赚 但是 我想要去一个大学 就是大学 嗯 当音乐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 其实我觉得整个气氛 是比较适合学生 比较适合自我发展 嗯 嗯 然后 是更 自由一些 对不对 就是 大学生是更自由 然后 嗯 教师也是 所以呢 这也是一个选择 但是 工资不会那么高 但是 我觉得算了吧 就是 慢慢赚钱就可以了 问题是 我想去某个安徽省的 城市 又去一个很小的城市 但是 我觉得好处是 我从来没有去过安徽省 所以 这也是 算是一个新的感受 然后是在 中国的 中间 然后 我跟这个地区 对 不是很熟 所以也可以去 嗯 对 或者说 其实 我有点想回去 嗯 就是在一些 培训机构上班 唯一的问题 唯一的原因 我不会去的是 我现在有三个月的 嗯 假期时间 然后 陪训机构 没有的 如果有的话 或者如果周末 真正的不能工作 因为 这个新的法律 对不对 但是 很多的陪训机构 他们还会周末上班 如果是这样子 有可能可以接受的 因为是一个正常的 正常的 正常的工作时间 周一到周五 OK 对 这个 这个能接受 嗯 对 这一屋很奇怪 对 就是 有很多车子 很多车子 但是 绕着是 多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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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让我看看 是 对 对 我应该要做 i can do live streaming right? i can just use this phone that's another thing today i did not pack too many things ok so there's no lights so how do i pass? i'm trying to go it should be over here i'm not sure ok ok soy say oh i have this i have this i have this i can go to some yoo i have this i have this i can go to 10 i can also o i c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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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累 也不算是热泪的运动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应该 有点累 所以也需要考虑一下这个 应该坐着两次 等下这些车子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是 住在一个完全国际城市 我想在 或者说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直接去一个更小的城市 或者更就是 不算一屋一屋一样的城市 因为我女朋友说在上导 在上导就是 住在上导的感受 为什么是更好一屋 是因为更多的人 他们住在那里 不算是在外工作 他们在这里就买房 他们在这里就买房 然后 他们家人住在这里 所以 在那里 所以 所以就是 有更多的年轻人 然后 有个大学 所以就是 就是 不知道就是更有意思 更有意思 就是你看 在路上 有很多人 然后 你觉得 哇 就是 哇 就是 那些年轻的大学生 他们就是 觉得 哪里要玩的 或者 对 但是 这里 没有的 除非就是 那个 嗯 夜市 但是夜市 你一次去的话 那你第二次去 很无聊 哈哈 我是这个 我是这个感受啊 就是你 两次去 三次去 也太无聊了 然后 周边 也是有很多的咖啡厅 但是 我感觉是太像了 就是 嗯 就是有那个 不知道怎么说 不是臭烟 但是 就是 抽那个 我们叫做 HUKA 然后 这些咖啡厅就是 一直 你你去的时候 就是有 很多的 烟雾 呃 所以 我不太喜欢 然后 所以这一条路 感觉 OK 衣物差不多没有了 Yeah 嗯 OK 那我觉得 拍到这里 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设计了这个文件去 然后 呃 开始打航 不知道 现在 在哪里 OK 了 因为 里面 里面 我们 在哪里